接下來會為大家介紹我們網站裡面的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手動去樂必 另一種就是自動去樂必 接著我就示範手動去樂必 現在我就隨便選了這一款的產品 去嘗試樂必 基本上我們就直接進來按這個Beat這個鍵就可以了 手動樂Beat每一次就計0.01這樣的幅度去跳架 我們試一下吧 當你按了之後 你看到它即時跳了0.19 那0.19之後 如果有另外一邊有同一樣的用戶在跟你用這個Beat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有人出高格過你 你就會即時收到就是說 這個你的對手已經超越了你的出價的提示 那好了 接下來如果我們想用一個自動樂Beat的方法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要選一個它自動樂Beat去到最後那個價位的那個幅度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譬如它現在是0.21這樣 那我想自動叫價叫到去0.50這樣 那接著我們設定了0.50 那我們就樂Beat 那基本上呢 它一開始 為什麼它會跳了0.21呢 是因為它是一個自動Beat來的 那每一下被人反超前的時候 它就會越 每一下就0.01這樣去升 那或者我在另外一邊都 試一試用一個 第二個帳戶就去 反超前一下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那剛剛呢 就有人出了價 那為什麼 它一跳就跳了 原本是0.21 那現在一跳就跳了0.23 是因為人家出了0.1 0.01這樣的價錢去追我這個Beat 那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被人反超前這個提示呢 就是因為我下了自動Beat 那以下這個就是兩種玩法的介紹的影片 謝謝大家